从城市的霓虹转身 让双脚沾满牛头 欢迎来到白鹿主村 这条路是我们今年刚修的 现在我看游客已经逐渐多起来了 对 鹿主村也不是很远 不惜新鲜的空气又能锻炼身体 以后的生活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直播间 平时你会去做这个直播主播吗 会和他们一起 我们的台青也很感兴趣 然后台青就成立了一个团队 专门做直播这一块的 然后有台青很多来参与做直播 对 台青来参与 包括现在在云南 一个制茶大师 已是通过我们省台联 然后把他引进过来 引到我们这边来 用台湾的工艺 来和我们一起开发我们的茶 这幅画是我们一个台湾青年 给我们画的一个熊猫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黑熊 然后这幅画很有意思 象征着两岸 四川和台湾 对对对 然后这幅画我们准备用来做我们产品的一个包装 独有的产品包装 这就是我们平常工作的地方 我凳子后面放了一根棍子就经常爬山用的 你经常灯吗 经常呀 我经常爬山 为什么要爬山呢 因为我们就是其实一个要梳理我们自己村里的资源 你得清楚你村里有什么有什么优势 能产什么 然后依托我们自己本地的东西发展自己的产业 一个月大概要登多少次 基本上高三畅我就会去登一登 像这个星期基本上爬了有三次 一周三次一年就一百五十次 应该 对 以前是真的是一座荒山 我们第一次上山的时候是手脚并用爬上去的 然后回头看的时候下面是万丈悬崖 如今风光以你的白鹿顶村 在过去曾经是一个贫困村 村里的老人对这些年的变化深有感触 没钱没人 就是什么 真正空阔过程了 就是真正贫困村了 住的呢 大家住的什么样的 住的都是批房 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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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住什么样的房子 现在是楼房 他在我们这个城市搞得很好 能力也强 有他的学历第二次了 有学历和能管好一个村子是两回事 是 他为人处事很好嘛 说他处理事情不得好多返回了 那些谈得不对了 人家对有点不对的事情 他就坐下来慢慢慢慢摸嘛 今天自己也都去摸嘛 把他说下来 我们准备要找人 找啥子 找工作人员 我随先刷一哈 你还一刷 他娘 你酒好行没有 陈桂敬认识村里每一个人 挨家挨户走法是他的日常工作 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陪伴家人的时间也就变得越来越少 家里人支持你吗 家里人很支持我 自己孩子也挺懂事 你未来觉得他 你希望他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当然希望他能回来 你跟他说过吗 我不想爬山好累 但是你一年爬150多次 对 我爬 我经常爬 然后他就觉得 我妈妈的工作特别辛苦 其实以前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 工资待遇也不差 还很高的 然后很多人 包括我同事就说 你是怎么想的 你要回到 你要在村里面干 我说人一辈子 还是要干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什么是有意义的事 每个人的回答可能不一样 可以是年初的小猪 年底长成大猪 可以是房子越来越大 也可以是 再刷一行 再刷一行 买了新自行车 对陈贵静来讲 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年轻人愿意多回来刷一行 都是有意义的事 今年我们在这个下面 建了一个露营基地 然后现在我们走的这条道 也是我们今年刚建的 我们这个地方 种了很多中药材 在这还能看到 你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吗 还在那个山顶 山顶 山顶 对 你现在看那个山顶 再回望现在你住的这个地方 你带领大家这个村子 有什么感慨吗 我觉得 其实心里面 真的还是很欣慰的 你看现在青山绿水的环境又挺好 然后大家也住上了好房子 过上了好的日子 然后以后的生活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是因为我家的家人 我家的家人 我家的家人 是有一个家人 我家的家人